西方里有个熟悉的故事,说先知约拿被大鱼吞入度内,之后又被吐了出来。 最近,在南非也发生了类似的真实故事,维纳辛普夫。 维纳辛普夫是南非的一家潜水旅行社经营者,当回忆起上个月,被须惊吞事前的场景。 他依然心有余悸,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身处在一片沙丁鱼群之中。 事发时,51岁的辛普夫,正在伊丽莎白岗附近进行浮潜活动。 他说,当时没时间让我去害怕了,我立刻察觉到发生了什么,我感觉一条鲸鱼吞噬了我。 我只好本能地屏住呼吸,我以为他会下潜,到印度洋的某个深海区,再把我吐出来。 辛普夫说,虚精能下潜5至15分钟,最深可抵达300多米的海域。 但辛普夫真走运,这条虚精没有这么做。 这条虚精随后开始吞咽口中的事物,而且幸运的是,辛普夫从虚精的口中被吐了出来。 当时,一位摄影师刚好在附近的一艘游船上,他亲眼见证了这个戏剧性的场景,并立即把它记录下来。 照片显示,辛普夫是头朝内被吞进去的。 辛普夫和见证者们,将这次事件形容为一次幸运的突围。 据悉,这并非鲸鱼的蓄意行为。 见证者之一的克劳迪亚·维伯盖贝尔称,鲸鱼并没有识人的本性。 这并非是一次对人类的袭击,这只是一次意外,而不是鲸鱼的错。 它们很敏感,是一群温柔的大家伙。 辛普夫也认为,当鲸鱼发现,它成为自己的盘中餐之后,表现得非常意外。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有趣的经历。 但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。 我现在成了到鲸鱼体内参观过一回的人了。 这是其他人没经历过的。 辛普夫表示,叶军昊